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旺世界 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人来工作 在我看来职业不分贵贱 每一份工作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在中国却有这样一份工作 日收入达到600元 你只是看到了它工作一天的收益 你可能会充满着想去工作的幻想 但是当你彻底了解到了这位工作 那你可能连去的勇气都没有 正在做这样工作的人 我们称之为战道工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和万丈悬崖打交道 每一次工作就是拿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工钱 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 因为他们的身上背着家庭这两个字 有网友给他们提了一个称号 就叫做万丈悬崖赶死队 这个称号一听到就会心生敬畏 游客们有条件,有机会去爬山去登顶 都是因为有了人工战道的出现 这些人工战道都是这些工人 冒着生命的危险给我们打造出来的 每一条战道都是他们用心血用时间换来的 他们每天都会在距离地面 几百米高度的位置上工作 对于即将发生的一切 毫无预知也丝毫没有准备 并且这些战道工人在工作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 甚至要在悬崖峭壁上 完成混凝土搅拌的工作 可能会因为一点点失误丧失人性 完全是靠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意志 完成这一条条战道 这些工人都是为了赚钱才选择这份工作 虽然这份工作一天就能赚600块钱 但是这些钱却是人家拿命换来的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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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